今天的内容和美国有关刺激经济法案无关 但是确实是因为受到了疫情影响而导致的一系列的变化 先不要滑走,先不要关闭 听完今天的视频我相信或多或少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好,我是如眼行者 我这个频道近期会更新一系列美国有关刺激经济法案的内容 同时我也会更新一些成年人之间有关钱的问题 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 给我的频道点个赞吧 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存钱 存钱其实咱们华裔大多数都是比较善于存钱的 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华裔比较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或者说防患于未然 存点钱在自己家里,存点钱在银行里 这样再遇到紧急时刻,我们可以救急 而这一点呢,我看美国人做的事不太好 之前有新闻还说美国人的存款可能百分之四十的人存款不到四百 那么说到存钱,大家一般来讲都是会有一个储蓄账号 我今天所说的这个存钱不是说投资,不是说理财 而是咱们留在身上能够马上变现的这些钱 就是用来救急的钱,一般用来救急的这些钱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储蓄账号里边 尤其是在美国,有专门的储蓄账号 之前的利息呢,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美联储把利息降到了零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市面上五种年利率最高的储蓄账户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点开我之前的那个视频看一下 而就在五月八号的时候,Market Watch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关银行利率可能会变成负值的消息 这个消息呢,发出了之后我看了先开始呢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后来想什么叫负利率啊 负利率的意思是不是我存到银行里的钱 你不给我利息了,还要收我钱 也就是说我存进去五十块钱 我取出来的时候变成四十九块钱了 所以啊,我今天这个视频主要就是讲一下 银行利率变成负利率意味着什么,会发生什么 而且近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是我之前视频里说的川普 也是在督促美联储下调银行基准利率变成负区间 他真的会干出一些很奇葩很离奇的事情 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商人 他的经济学头脑比我们常人都要发达吧 因为在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银行还有负利率 而他所指的负利率呢,就是为了来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 尽管美联储呢,已经否认了这个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因为现在受到疫情影响,一切一切都是不明了的 所以说很多投资人呢,或者说存钱的人呢 肯定啊,也像我一样认真地思考着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因为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啊 我觉得大家不要相信任何一种确定性 也不要怀疑任何一种可能性 就像我之前说到的英雄提案呀 给大家发钱的提案,都是可能性 他有可能,那他就可能会实现 所谓的确定性呢,就是确定给你发钱 这种呢,也不能相信 钱不到你的口袋里,我觉得一切都不算数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叫负利率呢 其实很简单的话说 负利率就是你把钱存到银行 银行不但不给你利息 还反而要向你收费 再反过来呢,也就是如果你向银行借钱 你不但不会被收取利息 而且还有可能少还钱 其实在2019年8月的时候 瑞士银行就说过 如果你的存款高于50万元 那他们就要收取管理费了 其实这个管理费就相当于是负利率 而且同时呢,丹麦的第三大银行 推出了首次负利率的按揭贷款 而这个房款的利率呢 是负的0.5% 也就是说您向银行贷款买房 您还的这个钱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经济下行啊 全世界的应对方法都是一样的 放水加下调利率 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会以各种复杂的名义来印钞票 反正我不是学经济学的 他们的任何理由我都看不懂 我只知道了一个结果 就是他们会印钞票 而且2008年之后很多国家都这么干了 代价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稀释了民众的购买力 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所有人的钱都在贬值 而且事实上啊 目前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入到负利率的时代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世界上五个存款利率最低的国家 排名第一的就是瑞士 它的存款年利率为负的0.75% 第二个就是丹麦 它的存款年利率是负的0.6% 第三个就是日本 它的存款年利率是负的0.1% 第四个和第五个是一样的瑞典和西班牙 它的存款年利率为0% 其实现在我们美国这边的年利率应该也是0了吧 尽管有一些银行呢会提供比较高 就像我之前那个视频说的有到百分之二点五的 或者说还有百分之一点几的 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要求 但是现在美联储这边的基准利率应该也是0 所以说我们也就排在第四第五 那么这个负的年利率是怎么算的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年利率是负的百分之0.02 它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您存一百零二块钱到银行 一年之后拿出来就变成一百块钱了 两块钱呢就是这个负利息银行就拿走了 之前有报道说 可能这个负利率会在美国出现的时候是2021年的四月 现在当然还没有 但是有可能 但是同时美联储这边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尽管这么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如果说有负利率的话 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了 那您是愿意把钱放在银行 还是存现金存到自己身上 还是说把它投资 投资到其他的账户里边 说到投资呢 我自己也是有一些股票账户 或者说有一些投资账户 如果说您也想投资股票 或者说做一些长线投资的话 希望大家用我视频底下描述栏里的链接来进行注册这些账号 这样子我和你都能得到两股免费股 或者说一股免费股 或者说一人五块钱 一人十块钱 免费薅羊毛 其实这个负利率换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你要存一个贵重的东西 一般你会买一个保险箱 然后把贵重的东西放进去 而存钱呢也是这样 你的钱放在身上你觉得不安全 你需要让国家或者说让银行来帮你保管 那么你需要付一个百分之零点零二的手续费 或者说管理费 现在虽然说负利率已经被市场定价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会发生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只说了一个可能性 以及分析一下这个负利率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一旦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可能这就激励人们不要去存钱了 因为钱会变得不值钱会缩水 大家要去花钱 而这个负利率的出现呢 也会惩罚那些储蓄过多的人 其实基本上储蓄过多的 我觉得大多数都算是华人了 然后来迫使大家把这个钱把它花掉 再把这个钱投资于市场当中 负利率呢从另外一方面讲呢 它是有助于挣兴经济的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惩罚那些持有现金过多的人和银行 迫使大家和银行自由的放贷 或者呢把它都花掉把这个钱再投资于市场 但是缺点也是有的 大家都知道放贷有风险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银行 会愿意把钱放贷给一个没有能力偿还的人 所以如果利率为负要么放贷者停止放贷 要么他们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钱放出去还拿不拿的回来 有可能你跑掉了 有可能那你还不起了 那怎么办呢 我会提前收取一笔费用用来弥补损失 一旦负利率出现呢 也就是说我们把钱存在银行 我们是需要给银行付利息的 那可想而知 大家为了避免支付利息 肯定是会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那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放在自己的身上 那就导致了更少的钱在经济当中流通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把钱存到银行里 银行是不会把钱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 他们会把钱放贷 这样子让钱在经济里边流通 而这个负利率的出现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把钱放在自己家里 或者自己身上 不会把钱放到银行 因为要避免支付利息 那么实际上归根接底呢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通货紧缩 那什么是通货紧缩呢 在通货紧缩当中 我们持有的钱时间越长 价值就越高 换句话说就是 它和通货膨胀是相反的 那么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 人们就会喜欢囤积现金 这样子没有钱投入到经济当中 所以整个经济呢 又会陷入另一种的萧条 而且是无休止的 为了反击这种情况呢 所以利率一再降低 这样子来刺激人们向银行借贷 因为现在借贷利息特别的少 如果说负利率的时代来临呢 你借贷之后反而还的钱会变少 这样子就会促使人们去花钱去投资 这样有助于保持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提振经济 这就是负利率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应该暂时不会来临 那么至于疫情现在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数字每天都在变大 不知道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关注疫情的数字了 我记得当时疫情在七万六万八万左右的时候 我特别担心基本上每天都会看一下数字 因为我在想中国有八万确诊的 可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 有十四亿 而美国连他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可是感染率呢 却远远的超过了中国 现在已经一百多万了 我也就不看了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关注数字 我记得是美国上了二十万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关心过数字 那么我个人而言呢 希望负利率的时代永远不要到来 我希望还是利率变高一点比较好 这样存在银行里的钱才会有利息啊 而且储蓄账户才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说到疫情呢 这个疫情现在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 记得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我们出去去哪里哪里玩 然后我就说 哎等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样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永远在说 等什么时候结束之后 记得小时候我们上学 家长会说 等你考上大学你就自由了 等我们上了大学呢 家长又会说 哎等你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对自己说 等以后我有钱了 老子就 等我做到市场总监了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这样子看一下 我们永远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时刻 是什么时刻呢 就是明天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明天就是永远不会来的一个时间 而幸福呢 就在当下 现在 所以节目的最后 我祝福大家天天都幸福 大家好 我是如远行者 我这个频道 近期会更新一系列 美国刺激经济提案内容的视频 同时呢 也会和大家聊一聊 成年人之间有关钱的话题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刺激一下我频道的成长 同时我的视频内容 如果能帮助到你的朋友呢 也希望大家帮忙转发一下 好的 拜拜 拜拜